第三组第二位演员入场 你好 你是叶贤哥吧 初次见面请多指教啊 我是顾琳 你这场比赛的对手演员 你好 你看起来好像很紧张 别怕 我是前辈 很有经验 会照顾你的 好了 现在我们人到齐了 什么时候开始宣布比赛规则了 三小组演员到齐 现在宣布第一轮比赛规则 本场比赛共18位演员 将分为9组进行1v1竞演 本轮比赛不淘汰任何演员 胜者将拥有积分优势 请认真准备演员向前冲 第一场比赛不淘汰选手啊 那正好 我们都可以放心了 张老师 大家好 我是你们这轮竞演的辅导老师 剧本你们都看过了吧 我进学到辩会了 我们小猪演真棒 那我们来试一下排一下吧 母妃 越厚了越厚 越厚 越乖 母妃 这就给你去请太医 你再忍忍 娘娘 求求您 派医医去看看鱼儿吧 鱼儿她真的病得很重 可是本宫的何敬公主也生着病呢 我看小太子病得也不重 你回去好生照料就是了 好 停 顾林还不错 叶贤哥 我觉得你的状态不太对 你现在有点 孩子没有感情 有点太僵硬了 这边你演的是贵妃 然后顾林演的是皇后 这场戏说的是你儿子大冬天掉进冰湖里 现在发着高烧你只能去求皇后 但是你一个寓意都请不来 你知道皇后就是幕后黑手 所以你愤恨 焦急的感觉 我觉得没有体现出来 对不起老师 我再好好地理解一下 顾林 我觉得你的状态把握得还是很好的 特别是你这种得意又轻蔑的感觉 把握得很好 叶贤哥 你要多向顾林学习一下 没关系的 第一次表演嘛 难免有些紧张的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尽管告诉我 我是姐姐 会照顾你的 谢谢 那老师 我们再来一遍吧 嗯 好 来 准备 怎么演戏这么厉害 这下我压力更大了 还说什么 进决赛 简秘导演 我看啊 我只要淘汰赛的第一轮 人就没了 你看见了吗 我天哪 陈叶长得也太帅了 架子也挺大 你看看 三个服装师 四个化妆师 还有数不清的助力 人家是当工流量 能和普通演员一样吗 长得帅 业务能力还好 我也喜欢他 叶老师好 陈叶 他刚刚是动我了吗 趁人怎么那么专 一姐姐多了 爸爸我把一集集带过来了 苏总你怎么来了 小声点 我为什么不能来 我可是这个节目的监制 你是监制啊 嗯挂名的 我刚听说 你的同志演员是顾灵 他有没有为难你 没有为难我 但是他演技真的好厉害啊 压力有点大 没关系 说了也不要紧 资源多的是 天下明导演那么多 也不要紧 嗯 现在不是参加女团冲压的时候了 那个时候某些人是怎么说的来着 嗯哼 叶弦哥 我要你必须是第一 好凶啊 今时不同往日 现在我不仅允许你可以输 我还可以给你开点后门 什么后门 比如说 给你换个分组 不用了 换分组显得我好像怕他一样 刚才能穿西装的是谁要那么帅 是我们圈内的吗 那是晨新娱乐的老板苏慕臣啊 听说这次投资了咱们的节目 挂名做个监制 天哪 霸道总裁静在我身边啊 你们刚刚是在说苏慕臣吗 顾老师 对 我们刚是在说苏慕臣 他刚才和总统演聊天 我都看见了 哦 那他现在在哪儿 他现在应该在过边休息室吧 谢谢啊 我总觉得不太对劲啊 嗯 一个总裁挂名监制 也没必要亲自来这里盯队啊 难不成 他故里有点什么 不对啊 我朋友在剧组 他说苏慕臣和那个什么 叶玄哥关系特别近 好像是一对 咱们这节目是什么羞辱场 我已经闻到浓浓的火药了 安安 你看你也把衣服弄脏了 叶玄哥 妈咪 你亲爸爸一下 我就把这个放好 亲他一下 那还不简单 你们两个别胡闹了 不好意思啊 顾老师 有什么事吗 你好 我是陈叶 我是你的影迷 你好 我知道你 你在国外也挺有名的 没想到你居然是我影迷啊 以后不用叫我顾老师了 叫我林姐吧 林姐 你居然知道我 太好了 我刚看你有点不高兴 是有什么事吗 还不是 我刚刚好 请愿용 有什么事吗 你 就好 也不用了 她 随着 我 没有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叶贤歌